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低就会走高 昨天要不是开低就走高 大盘涨了146点 这个中间的过程里面 如果等到涨上来才知道 我应该不要卖股票 那真的说实在 搞不好你股票已经卖掉了 然后刚好涨停了 真的是会垂心肝 但是有些股票的确卖掉了 就是要涨一点点 没关系你拿来给我检视 不要再乱把它买回来 你卖到低 卖到16 163都没关系 如果它不是真正的主流 你把那个钱留下来 我一定有办法保障 你未来不会再受套牢之苦 所以这行情你只要看跟着对的人做对的事 换股对你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行情真的重要 你不是受套牢之苦而已 你真的每天烦恼的不得了 你为什么要有烦恼 就因为股票赚不到钱 那你留那些股票明明赚不到钱 你何必三星两亿一定要在那边跟他谈恋爱呢 所以很简单 这行情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也了解 你也知道 就是这个问题 目前的尾巴的冲突 持续当然看起来在扩大 但是现在尾巴的问题 不是现在才有一直跟你强调 这真的是冷犯热草 自古以来 他的问题就一直存在着 一百年打不停的 因为宗教的问题 虽然你也心知肚明 但是股市反应一下子就顺着变什么 就顺便把你洗愁嘛 把你洗掉了 现在下跌多少 那边哈哈大笑 他等着减便宜货 局势不稳 才是进场的好时机 我真的没有骗你 你以后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底部进场 不要每次等到大家都 哇不错啦 景气不错 不升息啦 没有通膨引力稳定下 你才要去进场 你真的完全赚不到什么大钱的 我一定要告诉你 你一定要重新开始 买在法人问津处 你才有上涨的时候 你才有什么 才有可以卖得更高 不要等到上涨的时候 去帮法人做抬降的动作 那真的是 不是AI而已 是BI AI根本也没问题的 跟你讲 等下你看下去啊 我怎么跟你谈的 那我们看下一页 那下一页很简单 就是说 今天伪创不是有利多了吗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伪创 我应该上个礼拜五 最后我礼拜一昨天是休息 有时候就帮会员赚钱 下跌就是帮我们会员赚钱的时机点 有时比较忙一点 所以就没有办法服务 我们的河粉 所以你有需要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电话 008000 是你发财的专线 你一定要记着把它打通 这个发财专线 你不要忘记它的存在 那伪创今天又告诉你 他GPU这个地方的伺服器 增温明年续看增 明年看涨啊 那伺服器这个地方 怎么会降温的呢 他是说增温 亲爱的同学 所以伺服器是增温的 那结果这个地方 当然你就要看看 我怎么跟你讲之前的话 这拿好几次资料给大家 大家都觉得 那是不相信我 哼 你算什么老师 人家名嘴怎么讲的 多少名嘴跟你们讲 哇 AI多好多好多好 现在那些人跑到哪里去了 都是键盘 键掌缩掌缩掌 键叠缩叠 只有我 我在lite上面 从来也不是吸引说 你要来我这个地方 是因为我是大老师 你称我是小老师也无所谓 你叫我说 你帮我当朋友就可以了 7月14号 我连三次提醒河粉们 这一份资料不是写现在写的 这写很久了 好你再看一下 那这些资料里面最重要在哪里 我说你不要等他人去柔空 只剩下满满的韭菜 AI变韭菜 菇菜 韭菜花 可以吃啊 吃掉就太可惜了 变得很便宜 AI我从三个月前 看法到现在都已经告诉你 一开始5月6号告诉你 就买什么 买广刀 尾创 哪一档不对的 党党大涨最少有人跟我说 我说你真是厉害 他说一百多万 老师我赚了一百多万 我说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真的佩服他 从头到尾报到尾 我一直跟他强调 八十块破掉的伪创 现在一百块我就告诉你 你就五日线破掉 在这种国家五日线破掉 你就应该要知道 已经有人在跑了 那偏偏有些人不相信 我这么简单的东西 就一定要等到套牢为止 而且中价拼命的加嘛 八十块加嘛 七十块加嘛 现在通通套牢了 但是我不是在笑你这个而已 最重要我跟你讲说 这个是我之前有告诉你 161卖掉 然后7月24号到7月25 7月24号 7月25号到7月26号 最后的卖出点 我还特别肯定的跟他 他的低点就130块 我说不会再来 所以当我的河粉真的是蛮幸福 有些资料根本走过壁 留下痕迹 我现在拿了一个干嘛 好像可以吹牛我多厉害 实际上你是不是知道 我到底有什么东西 你要找一个肚子真有东西 帮你什么反败为胜 不是只是看他每天股票 很会讲啊 会讲我不太会讲 因为我是做事的人 我是埋头苦干的人 只是分享跟你说 那时我们写出来东西 跟比老师写给你的AI 写这么复杂 看不看不看 那看什么东西 但是我的股票是可以赚钱的 也可以让你避开风险 但是那时把钱乖乖留下来 你知道吗 你现在有多幸福 我就跟你讲说 伪创从161.5到现在 我低阶成功 我不是刚才90块以下 我很有兴趣吗 今天来到哪里 今天应该不只来到94.5 我记得是不只来到94.5 应该是来到96.3 当然你问我说老师 那他这样算强吗 没有很强 但是他的确跌太深了 所以我已经把它买回来 不管怎么样 总要有一个反弹坡 要带大跌的机会也很少了 你看看这个指标 你自己看这个指标 这很简单的指标 KD都已经来到低档 他什么时候KD在低档去的时候 没有一个小反弹 你说老师 KD好几次都涨了一点要下 就是因为这样你更加注意 他这个KD是在低档已经好几次 1 2 3 4 5 最少5次给你按您的 告诉你 我KD的他低档去 这边要告诉你说 就是一个相对洗盘 洗到一个相对低档去 何况法人还在这边 卖卖卖卖不停 这两天为什么买回来了 为什么买回来了 你说他会卖更多 你想太多了 实际上法人真的出货的地方 出货的地方 就是在1 3 1这个附近 帮我1 6 1.5 他还没有真正去 长黑棒这个你要注意 高档我常跟你讲说 你要注意你的股票 如果高档的时候出现 一个长黑棒又带亮 你一定不要去碰 不要一个刀子 在从上面要跌下来之前 还没有到底 你不要去摸它 我都不敢跟你讲说 我买90块一定是低档 但是还是告诉你 相对也是低档区 而且我上礼拜就跟你讲 物看空 我们有一些新会员 也的确拿着伪创来 老师那我来换你的股票好不好 我跟他讲不要 他说你以前不是跟人家要换吗 113叫那个 113 那是113那个时代 你现在伪创已经开始止跌了 你要换什么股票 他说我很喜欢你那雅翔 我说雅翔我是送 你现在换雅翔干什么 你就好好抱着伪创 他说可是你这雅翔涨停板 这就是我这个人 我讲话就1就1就2 他明明伪创 没什么问题了 你反而在这样把他冷痛把他杀出 去换雅翔 你说对不对 看起来是对的对不对 告诉你我不会做这种事 因为他已经到了一个 应该有的 基本的反弹的位阶 跌不太下去了 你看着看 那虽然他跌不太下去 我们就90块告诉我们的所有的会员 手上所有有伪创的 不可以再看空 要不要买回来 我们看看 因为的确我的股票雅翔很强啊 但是毕竟手上有伪创的 你说老师那你这样不是很矛盾 你叫我误会 我就告诉你手上有伪创的 不要再卖了 我会帮你解决问题 但是 我们可以买什么 买更强 买很多很好的股票 也告诉你说 在这些 AI之前 你没有卖掉的人 这一次筹码也乱成这个样子之后 我肯定的告诉你 他绝对不会变成什么 默哀 就是 你要说不只是悲哀 只是默哀 要死定了 没这么严重 真的没这么严重 你相信我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求助 记得不要打 119 要打什么 打0800370888 打对电话 打我这个电话 急救电话是0800370888 不要打错了 那当然伟创我也在上礼拜 跟你谈过 我们的操作 实际上 这叫什么 简便宜 白纸写黑字 高档叫你不要碰 这个地方告诉你 简便宜 我还要怎么跟你讲 今天早上最低来到哪里 90块 多一点点 大牌 创得心低 对不对 我还要跟你讲什么 所以谁是领先市场 告诉你早知道 我让你找一个早知道的 同名都没啥啥 每次听到消息 我就知道 我这中国人很奇怪 台湾人很奇怪 很喜欢自己 省小钱 花大钱 别别自己赎啊 赎啊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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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赎啊赎啊赎啊 赎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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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到剩一两百万的很多了 啊我们是从一两百万赚到一千万啊 所以说一来一往是差很大 所以请你说高档叫你不要碰 就不要碰 现在已经低档了 你自己看 这是我之前知道 到对照进来 10月20号 告诉你的动作 哪一个地方给你出状况 我不会随便进进出进进出 每天坐那边什么当冲啊来来去去 明明这个地方就一出 出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黑K棒 这边有第二支 第三支 但是这股票根本就已经人家跑掉了嘛 以后要最后 这些东西都小小小小 我交给你都没关系 那最后你说 我这个黑K棒 这个是在人家最后的洗盘 没有量嘛 没有量嘛 这个地方量全部出来这边嘛 不是吗 这个量是什么 就是出货量嘛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 洗盘 好看一下一页 那你最高一页是广达 广达这张股票都真的是神预言 完全百分百办公内运镇到 掌握节奏 你看200块没有来 有没有涨 就是这么简单啊 这些股票如果没有未来 黃仁勳會這麼紅嗎 對不對 很多人就說 黃仁勳老黃都不救台灣的股市 他幹嘛救 他會自由落體啊 他漲那麼多也要謝謝他啊 你看200塊看到了 來了吧 來了200塊 如果再來174塊什麼 更好 我會加嘛 如果那個加位 因為174塊的廣達 非常值得我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啦 但機會不太大 最少200塊以下 請你一樣 誤看空 誤看空很簡單 282塊跌到66.2 漲到282塊是因為超漲 他跌了這段距離之後 215.8的上漲 代表什麼 你一張廣達 如果你投資10張66塊 你可以賺多少錢你知道嗎 嚇死人了 一張20幾萬 10張200多萬 所以我說我的會員告訴我 他一個月賺100多萬 我也不覺得很訝異啊 所以這張股票 該修正買就給他修正 修正才有什麼 可以減便宜貨的時間點啊 現在來到200塊174塊 注意啊 我給你講的東西啊 不要說我沒告訴你啊 你再賣掉的話 你真的是 對不起你自己的荷包啦 當然我不敢說 如果大盤再有什麼利空 美國在殺的很兇啊 故意那麼嚇你啊 殺越兇了 你可以買更便宜貨 我只能跟你講 戰爭絕對是一時的 不會不結束的啦 不可能的事情 這麼多年來 尾巴怎麼可能 他們最多打兩三個月 而且現在你慢慢在釋放人質 釋放人質 你看也知道了 那烏鱷的戰爭 有烏鱷戰爭的問題 那我就當然我也不多言 那也是早晚會結束的啦 世界上沒有什麼 解決不了的事情啦 除非地球毀滅 好現在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今天最重要是 8月23號的 我們的重要新聞是在這個 這個 8月23號 因為今天的低潤非常強 我要證明說 我什麼時候告訴你 他會漲價 我是8月23號特別告訴你 龍頭 龍頭就這隻了這隻了 這隻龍頭啦 叫第四季三星Nameflash 減產百分之 幫我轉回去 拜託一下幫我轉一下 幫我轉回去 8月23號謝謝 8月23號要聞 第四季三星Nameflash 恐減產打50% 那是好消息啊 他減產 他不要做我們本身的產量 才可以賣的出去啊 所以所有的外資都沒辦法按讚 跟他說受惠受惠誰 群年啊 群年那時在哪裡 就這麼簡單 你要去哪裡買403塊錢 他雖然慢歸慢 你不要忘記這一次 這8月3號還沒有戰爭發生喔 那時他才不過380幾塊 我說實際上這種股票 慢慢來啦 3顆星目前也不到5顆星啦 早晚有一天喔 戰爭結束他就變5顆星啦 亮晶晶啦 403塊也再也不會來了啦 這又怎麼跌 我的關鍵轉折點 有沒有寫這麼 寫這麼清楚 我的字你還看 我的字 關鍵轉折點 寫這麼大字報給你 都是為你好403 你有沒有加碼 今天就算群年喔 雖然那時 群年慢慢走著 很多人就問我 452塊賣掉好不好 我常常跟你講說 你到底懂不懂賺大錢啊 實際上452塊那個地方 它真的停了一下 那你不要問為什麼 單單它這個減價 會形成庫存減少 包括調漲價格之外 實際上 Name Flash 也許也是AI的一環 所有的東西 AI就像個大電腦一樣 所有東西都什麼 數據化都要快速快速快速 不能讓它lag 所以啊 這龍頭怎麼會沒有表現 不然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蘇媽媽 第一個來訪問是群年 何必追高 低買高賣才是王道 我告訴你不要追高 最少你這樣上來 一旦那60幾塊 68.5 龍靈說老師 那我現在賣掉了吧 我現在好 我很久沒賺錢 你賣掉也買不回來 它最後一點就是回到442塊 是不是 你敢買嘛 所以說有些股票 你不要太早出什麼 賣出 買好就離手 我不是說 我不是告訴你 你買好就離手 可不可以 下單以後就離手 離手嘛 不要在那邊看來看去 就會中大獎了啦 好啦 現在有沒有 現在持續漲啊 所以群年今天來到 那時候是之前 我告訴你成本就在450塊 不要說我沒跟妳講 有沒有跌破 有啊 你買了嗎 你說老師 我今天那時候 看行情都不好 每天行情都不好 今天行情也不好 那你當尾盤之後 蛤 怎麼這麼多隻漲停板 好啦 群年這個地方當然是 持續還是要抱住啦 不要小鼻子小眼睛啦 我說 對啊來到一個5XX 我們再來考慮一下嘛 搞不好你還謝謝我一生 對不對 我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是我個人的看法 不是鼓勵你要看我們的 進來很多人打電話給我 老師 我看你節目好幾年都套牢 我說你套牢什麼股票 唉唷 要求我 從以前我所有買的 我的股票所有 他全部都是追高去買 然後就說他套牢了 我這邊再跟大家聲明一下 如果你很喜歡我的操作 你喜歡我的股票 請你交給我 否則就是他本身 把一些賺到以前的股票 賣掉 然後重新又自己買回來 亂七八糟 所以現在全部套牢股票的時候 還要犯 還要什麼 這就犯口業啊 還要怪別人 現在對我來講沒差 我之前講真心話 有人看我節目看到什麼最后套 所以請你拜託的河粉 不要黑白做股票 我沒有叫你在我這邊 看節目就可以 得到免費的資訊 我只是跟你講我的看法 送給你的地方 就是送給你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有膽 有膽有勢403塊 可以敢加碼的取年 你也賺錢 如果你相信我在低檔的時候 353.5的時候 到底370 380 我叫你買 你真的敢買 不要再小鼻子小眼睛說 他又不會長又不會怎樣 我告訴你現在都每個人都賺大錢了 我這個人 基本上是一步一腳印 我操作 我剛才講說 獲利沒有捷徑 現在有些人看電視 看我們的網路節目 看到會套牢 你的操作有問題 股市的錢 我常講是老天爺給我們的福報 你一定要修福 還有你的意念要強 口業意念深業 深業是什麼意思 身體要健康 不知道什麼 不要生病 那意念是最難的 因為你的心在想什麼不知道 那如果你可以跟我站在同一邊 實際上那少一些不好的一些話 因為你批評別人一句話 實際上他會反照到你身上去 所以我基本上 盡量都和平跟別人相處 我也不罵人 有些人嘴巴很厲害 很會做一些小動作 我基本上我覺得做好自己就好了 對不對 你看得起我 看不起我 我就是何淮珍 我也不會跟你胡說八道 那當然你說所有人 都可以賺得到錢在這個地方 相信也很難 因為他沒有一步一腳印 一個口令的動作 套勞是難免的 但是套勞我的股票 早晚都要解套 群聯不是嗎 群聯不是嗎 好 今天要看一檔股票 今天更有意思 群聯這是最後洗盤 在提醒你 不要再 倒個肉雞 就把它吃掉 金雞母還沒有正式下金雞蛋 因為有一檔股票 記憶體都來上漲 華東 是不是一檔你不認識的股票 它也是記憶體 爆量漲停 連這種股票連續兩天漲停板 因為它第四季 第一任上漲 已經跟你講 它上漲3%到8% 它就可以連續兩支漲停板 當然我不敢說它明天 我沒有叫你追 我只講連這種股票 明不精準的股票 華東 也是記憶體概念股 它已經 將在第四季的低潤 要上漲3%到8% 它就可以連續 蹦蹦兩支漲停板 而且還有量 多注意很多記憶體 它叫8110 如果你手上剛好有這檔股票 套很久了 那也不錯 比如說機會很大 你說老師你會不會帶我們做切入 看情況 看情況 如果你來的時候 有些東西 頭馬已經很安定 當然是給一些新會員 就像我們進來給新會員的東西 真的說實在是真的太多了 台股 這個地方是之前9月2日證明說什麼 記憶體報價要上漲 我都領先市場 都領先市場 今天已經10月底了 這是上次跟你講的話 所以這壓機盤 所以安心 國家隊在後面等著 另外一句話說 國家隊是很強壯的 不是塑膠袋 不是塑膠袋 很便宜貨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請你要相信它 那細光子概念股都重新啟動了 哇這實在是太開心了 你看看 那一次我跟你講的10月16號 為什麼它會這麼 它跟AI也有關係 都是為了速度快 降低成本 跟提升可靠度 尤其光 光當然比電來的傳導更快速 這不是全部都是你認識的 全部需要什麼 除了伺服器以外 它不需要細光子嗎 為什麼台積電已經派人在研發細光子的未來成長性了 就是它損耗率最低 而且可以提高變頻率 真的 投資朋友真的好東西 你真的要跟好朋友分享 就沒辦法 就這麼強 連這個創威 創威 6530 也漲了1.5倍到60塊 明天準備就要60塊了 那時候叫你買多少 10月16號要再45.85了 五顆星爆發之一 覺得 創威今天還被 他還被五分鐘分盤交易 創威跟你講說 你是不是希望你的股票未來被人家被關起來 很強啊 強來怕死人啊 照樣漲停板不囉嗦 該漲就要擋不住的 所以投資朋友你這個地方一定不要怕 在股票這個地方很多人暗藏 就是看些無波紋裡面是暗藏玄機啊 你一定要懂得去把握一些低檔的股票 不要等下大家在喊的時候 矽光子 矽光子 哪一檔是矽光子 我還有一檔矽光子 今天正式可以選股部啊 不是前點 前點是我去年就開始跟你講的 而且近來已經來到 今天也是來到90 也是來到90 我跟你講的股票不是馬上漲的 我都等了一下子喔 好 今天漲地板 我再送你一檔股票 今天老師那錢你什麼 對我來說 我是不希望你追的啦 因為為什麼 今天抱一個大量區域 對不對 我是希望它能回到80塊左右 回不來我再找機會給你 如果它要一直漲上去的話 你就好好把這檔股票抱住 就那個啊 就那檔啊 看它怎麼時候被開啊 它才五六十塊而已 從四十幾塊漲到六十塊 那個錢點是從三十幾塊漲上來了 所以這個地方 你要懂得什麼是好東西 不要看到股票跌就要賣了嗎 要賣了嗎 股票漲的時候要不要買啊 跟著我做股票就是 跌的時候才買 我會告訴你什麼地方 跌到一個位置的時候你可以買 而且買了可以馬上漲停板 不是嗎 得勝也是我們進來的一檔 一檔細光子概念股啊 而且我們會什麼 不只漲停板 光通訊 這個地方最重要的 我們的會員還買得很開心 買到83塊進來 因為有一檔亞翔在前兩天的時候 我介紹給你10月19號的時候 他沒跟上啊 因為他也是因為太害怕 所以你把電話撥通 願意換股 都天天都是你賺錢的機會 如果你不願意換股 天也都在哭泣 因為這是你的辛苦錢 你的辛苦錢就要這樣撕掉 那實在是 那實在太悲哀了 所以接著我們當然最重要 我除了那個以外 我要跟大家還是要報告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我早上還講過 怕你沒有看 我們中天的雨前同學 的河粉特別高 趙利跟富士達前三季的業績看竅 那富士達當然已經過 300塊跌到200 現在目前是跌破300塊 還在268塊 他的掛牌的上市的價格 就是抽籤的價格 是175塊以上 趙利現在多少錢 150塊 這個比價起來 就知道他那個效應有多上 為什麼折疊市場 就是富士達可以 好不好 那現在大客戶又跳出來了 他告訴你 新款的折疊市值 帶動到渴望 雙雙未來會跨越半個股本 市井也是 以後馬格勒這市井我比較沒興趣 市井第三季討論 賺銀上半年 以後我們再說 你現在只記得趙利跟富士達 我為了要跟你講一下 現在這檔股票趙利 今天當然是很風光 我跟你講142多久了 他就不敢跌破142 已經幾天 今天10月24號 我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我不只八進八出 就是賺他的錢以外 都全成功 小錢嘛 因為既然行情都是戰爭很恐慌 總是要賺點錢 不是怎麼過日子 你看看今天 第八是144有沒有賺錢 他還創了一個波段現在 來到158.5 還忘記了嗎 我是不是告訴你142不跌破 你別指望他在什麼 他在有低檔給你做買進 那當然如果142能跌破 我心中只有一個目標價 我一定會帶我的會員大減便宜貨 但是目前沒辦法 這檔股票在9點鐘之前 那一天 那一天 他有一天142是突破點的時候 還記不記得 關鍵點來了幾天 最少讓你看 見識到我們的團隊 真實真功夫 因為這是籌碼面 完全不是身於兩語可以跟你談 所以說這檔股票已經代表說 這檔股票未來絕對 還有一片天 但當你在想別的時候 我已經準備好一檔股票 叫亞翔 6139亞翔 109買 10月19號 10月20號也長 說沒關係 如果你急的話 你要賣 要隨便你啊 要賣就賣啊 不然你漲10塊錢啊 但是如果你願意斷 不要怕戰爭 你知道今天 他直接來到哪裡 他直接 他直接就不囉嗦 來到漲停辦 你有開心嗎 129 這就是換股 願意換股的人得到一個 我 你早來跟晚來 我都會有東西給你 但是有時候要給我一點時間 不是馬上來 我就可以叫你做動作 那真的是太誇張了 一定慢慢來 讓股票今天賺錢 你不開心嗎 不開心嗎 好 那接著當然 也是很簡單跟大家講 實在你要獲利 就是做對兩件事 你要沒有煩惱 就是真的要買對股 跟對人就可以了 我何懷甄還不錯 你可以幫我當個朋友 股市爸爸 何懷甄邀請你 與錢同行 選股真功夫 那當然今天我們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要跟大家講 因為這行情在這邊是低迷 但是這個地方是一個很重要 你換對股 你將來可以賣到一些漲倍數的股票 高效能高達標 就在這個時刻 希望你把握這個電話 我一定要把你的股票整理到 就像亞翔漲停板 錢頂漲停板 包括賣掉股票 就是等到它低檔的時候 像偽創一樣 該買就買回來 如果你覺得這樣可以的話 你有信心的話 務必好好交給專業 不要把這些亂槍打了 把股票弄得亂七八糟 我們今天給你推一種會員 而且我說我沒有什麼優惠 我讓你賺錢就是優惠 你多賺錢就多優惠 我們給你一個高效率 高達標 用你的股票換股充次班 0800 370 888 歡迎你播出 也祝福大家 明天操作順利 明天見 拜拜 你不喜福的投資市場 你總是 廢哥韭菜嗎 選股操作的過程中 總是追漲殺跌 挑錯標的 在股票市場中 我們拒絕繼續當韭菜 獲利是我們的目標 漲停是我們的期望 告訴你法人資金動向 跟著強勢股 賺一波 讓股市霸王花和淮珍 帶著您與錢同行 我們是一家合法投股 免付費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审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解決 圖剝 無不可 dile sechs Standards 交��라고요 天 天